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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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不一定要非常的丰美 非常的甘美丰盛 重点是在能够体贴父母的心 功而有礼日常心 就是那个日常生活当中那一份千功有礼的态度 还有和颜夜色 这个面无射难度于清 和颜夜色的侍奉物 好 OF 接下来都会上柔柔али神经历不许עם 他说明天的古梅都要有神经厌子都应该乱来 multipl五十多多年未够何 understands 欧 yaz my name and beyond all theines 要奉仰父母 握在冰上 既然冰破了 还礼仪跳出来 求礼 孝孝敬 祭母 还有清肠汤药汉文帝 汉文帝照顾病中的母亲 医不解怠 每一个要侍奉父母的汤药 他都一定亲自 先尝一下那个冷热 卖身丈夫孝感天 董勇 我们讲的卖身丈夫就是讲这个董勇 董勇呢 卖身为谱 患得金钱 埋葬父亲 好 素如帮我们读一下 这个百里富弥的子录 百里富弥子录孝 众勇自子录 早年家中贫穷 子录常常来野菜做饭食给 却从百里之外 父母回家侍奉双亲 父母去世后 子录做了大官 随从的车马有百胜之重 所积的粮食有万中之多 子录常常坐在雷雷的颈鹿上 吃着丰盛的颜席 却怀念双亲海叹说 即使我现在想吃野菜 为父母心去复明 哪里能够再如愿以偿呢 是 所以要把握能够孝顺父母的机会 即使再辛苦 我们也要去做 就像子录这样子 好 叶丽讲师帮我们读一下这一个 卖身丈夫 卖身丈夫 卖身丈夫是指董勇 少年上期后父亲罔顾 董勇卖身至以父家为奴 换取伤葬备用这个故事 上公路上于怀音下育婴女子 自言无家可归 二人结为父父 女子是一月时间支撑三百批禁断 为董勇抵在属身 返家途中行至怀音 女子告诉董勇 自己是天地之女 奉命帮助董勇还在 言必凌空而去 因此怀音改名为孝感 好 这就是孝感动天 天地都派天地之女来帮助 好 继续来看 怀疾已亲 贤路鸡 这个路鸡做客 暗藏 举止 一心直想 给母亲品尝 好 来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 这个书娟 怀疾已亲 怀疾六岁时 在九江拜见元树 元树让人给他吃橘子 怀疾在怀里藏了三个橘子 等到回去的时候 怀疾向元树敞告别 怀疾的橘子掉在地上 元树笑着说 怀疾你来做客 为什么要在怀疾藏橘子呢 怀疾跪在地上回答道 这橘子很甜 我想要留给母亲吃 元树说 陆季这么小就知道孝敬 长大后一定会成才 元树很看重他 后来经常跟别人称赞他的美德 好 还有呢 行庸公母赶盗贼 这个讲的是江戈 江戈背负母亲逃难 孝心感动盗贼 又做庸公来供养母亲 好 苏如来帮我们读一下 行庸公母赶盗贼 东汉的江戈 少年上父与母亲相依为命 战乱中 江戈背着母亲逃难 多次遇到盗贼 更差点被杀 每当贼人想杀他时 江戈立即哭着告诉贼人 他要照顾和供养年迈的母亲 贼人见他很孝顺 不忍心杀他 后来他迁居江书下 杯 做庸公 供养母亲 自己虽然贫穷赤脚 但是母亲所需要的东西 却供给得很充足 好 所以笑感动天感动人 再过来 是滋文宝血 极其笑 这讲的就是吴猛 脱妻衣服 让蚊子来盯养 肆意盯养 为了好让父亲 能够安事入眠 弃官行亲诸寿昌 那这个诸寿昌 是放弃这个官子 为了去千里行母 要奉样父母 希望有生之年 好我们继续来看 戏彩宜亲老来子 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老来子到了七十多岁了 他还常扮演着 像小孩子的样子 在父母亲的面前 这个游戏 嬉戏逗父母亲欢笑 食伤公母 与菜顺 菜顺少姑 侍母笑 昭王莽乱 食伤盛 成以意气 赤梅者问其故 顺曰 黑者或母 赤者自食 贼敏之 正流 敏不受 母上 未及上 离中灾 火逼其色 顺报旧豪哭 火睡 月烧 她是母身亭 未来 美雷震 顺必 还种 气呼 这个菜顺 非常的孝顺 她家里很穷 有时候 她要到山里面 采那个丧肾 比较熟的是黑色的 她就留给 她的母亲 红色的 比较不好吃 她留自己吃 这个被盗贼 这个遇到了 她跟盗贼这样讲 盗贼也是 非常的感动 还送她牛米 牛跟米 她不愿意接受 后来她的母亲过世了 她 这个 还没有来得及 安葬的时候 这个 整个村里 发生了火灾 她眼看这个火 快要烧到她家 她就 这个菜顺 就抱着这个灵鹫 在那边好哭 结果火呢 就是夜过她的家 烧到 没有烧到她家 后来母亲 过世 安葬 如果听到打雷声 她就 还种 就是抱着那个坟墓 在那边哭泣 因为她的母亲 就是很害怕雷震的声音 善枕 温情 香九岁 那这个讲的就是 年仅九岁的 黄香 在炎炎夏日 先用这个善 把这个背筋 都善良 好让 这个父亲 能够睡得暗室 柯木 世青 圣宗伟 这讲的是丁兰 丁兰常常 这个 想念 洋溢之恩 就 柯 因为那时候 父母不在了 就 雕刻 父母的墓相 朝夕敬拜 好 素如帮我们 读一下这一段 柯木 世青 丁兰 相传为东汉时期 河内 金河南 黄河 北人 幼年 父母双亡 他经常思念 父母的养育之恩 于是用木头 刻成 双青的雕像 视之如生 凡事 均害 木像 商议 每日 三餐 敬过 双青后 自己方才 食用 出门前 一定 禀告 回家后 一定 面见 从不懈怠 九知其妻对木像 便不太恭敬了 敬好奇的用针 刺木像的手指 而木像的手指 居然有血流出 丁兰回家见 木像眼中垂泪 问之时情 遂将 妻子休息 好 所以丁兰 柯木 世青 这个木 就 有点 已经变成了 真的父母亲的灵 在那里面 好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 单衣顺母明子谦 这讲的就是 明子谦 受父母的虐待 在寒冷的冬天 穿着很单薄的衣服 因为里面是用 芦苇草编的 那个明衣 不过他还是 非常孝顺后母 有爱兄弟 就算 爸爸要把 后母跟 他的弟弟 赶走 他还是 跪下来求 那这一段 我们前面也有提过 那还有 哭竹生笋 为梦中 这个梦中竹 就是这样来的 梦中为了病重的母亲 想吃竹笋 在风险中 就抱竹痛哭 感动三天 既然 生出那个 新的竹笋来 那个才有办法吃 那这些孝子的精神 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好 最后我们请 叶力讲师 再帮我们整个读一遍 父母 生子 原位像 奉样双亲 没有比真诚 尊敬 更好的人 饮食上 也不一定要 甘美丰盛 会再体贴 父母的心 日常生活中 要千功有礼 和颜悦色的 侍奉父母 向子路 到百里之外 背负女娘回家 奉样双亲 广想抱握在 冰冻的河川上 以求得礼于孝氏 寄母 汉文帝照顾病中的母亲 医不解贷 清肠汤药 三年如一日 荣永家贫 卖身为仆 患得金钱 来埋葬父亲 陆基做客 而暗藏橘子 一心只想带给母亲品尝 将隔背负母亲逃难 孝心感动到贼 又做雍公 供养母亲 无猛脱去衣服 让蚊子自意叮咬 好让父亲安室入门 诸寿仓放弃 官职而千里寻母 老来子年期时 常穿着彩衣 伴幼儿游戏 逗得父母开怀欢笑 菜顺彩时 伤胜供养母亲 孝心感动到贼 年仅九岁的黄湘 在眼下先善良整齐 在寒冷先温暖备入 好让父亲睡得舒适 冰南常念养育之恩 雕刻父母的木像 朝夕祭拜 明子千受后母虐待 寒冷只穿着单薄衣服 但依然孝顺后母 有爱兄弟 梦中为了病重的母亲 想吃竹笋 在风雪中抱着痛哭 感动上天 竟生出竹笋来 这些孝子的精神 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好 这些孝子的精神 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好 最后我们要来到 恩师以路 那个树如帮我们读一下这一段 如何让生活有道 善待每一个有缘相遇的人 此时你们 此时的你们 最需要鼓励的话 赞美的话 还是安慰抚慰心灵的话 只有自信心活起来 你才能够勇于踏出下一步 不然在这个四面八方 都五花十色的世界里 你如何来确定自己呢 善待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因为也许他们正在经历一场 更艰苦的仗 在人人得意洋洋的外表下 总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真相 所以善待自己 善待每一个有缘相遇的人 以来学习同理心 爱护心 彼此善待才不会彼此看清 好 佛法老师告诉我们 如何让生活有道 这生活有道是在你跟人互动 你带人的那种态度 还有你的一言一行一己动当中 那个给人的感觉 所以一定要善待 每一个有缘相依的人 所以一个有修之人 从他的身上可以感受到 那股慈悲的能量 那股德威 那这个就在与人相遇 那个缘分当中 那个互动当中 可以有一种感受 好 那个淑娟在帮我们读 如何让生活有道 找到自己的定位点 有找到自己的定位点吗 有 也许还很模糊 我的定位点是什么 站在成长的角度上来说 学习是必经之路 包容是学习的科目 理解的心是成长的表现 看顾彼此的心是修道的目的 不要当做学习是一种包袱 多了一份力量 就多了一份机会 多了一份勇敢 就多了一份创造 多一份努力 就多一份成长 好 找到自己的定位点 也就是我们的着力点 我们该做什么 每天每天要怎么来把握 那个都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那个叫做定位点 定位点当然包括 你现在所负担的职责 天职 还有我们现在所做的事 那佛佛老师说 如果我们有清楚的定位点的话 不要害怕学习 因为也许我们有一个定位点 但是我们有很多都需要学的 那这里呢 不要把学习当做一个包袱 多了一份力量 就多了一份机会 多一份勇敢 就多一份创造 多一份努力 就多一份成长 所以生活当中有道 还是得要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承担 好 叶丽讲师帮我们读一下 如何上生活有道 将所学的道理 善加发挥 点点滴滴 是你学习的项目 这还不包括你学校所上课的 表示你们要学习 要了解的是无止无尽 做人的道理 敬重长上的心 都是努力的一环 虽然你已知道 道场需要你来做什么 可是 适合你所学习道的 都能善加发挥 这就有待你能学以致用 所以要让生活有道 得要先学道 要认真 用心 精进来学习 每一点滴 点点滴滴 都是我们学习的项目 就像我们去学校学习 我们要上课一样 来道场也一样 我们用谦卑的心 邪无止境 虽然已经很清楚知道自己 要做什么 但是我们可能对自己要做的事 有很多要学习的 然后邪道了 又要把它善加发挥 叫做邪以致用 素如再继续帮我们读一下 如何让生活有道 常唱道歌 敲出圣佛的心 道歌其实是反映出 先佛对大家的盼望 也借着高歌之时 随着音符把你心中的力量带出 所以每一个班会 虽不一定会是道歌 但是先佛的心就像歌曲一样 一字字一句句敲出圣佛的心 如果你们能体会就要收拾起自己长期以来 好玩的心 这个时代的你 活泼天真是自然的事 但是要不忘记此时此刻上天所赋予给你们的使命 了解吗 了解 佛佛老师对一般的道经 尤其是年轻人 比较喜欢唱歌的 他也是鼓励我们多唱道歌 唱道歌可以跟先佛以心应心 叫做敲出圣佛的心 尤其唱佛佛老师给我们的那些 非常有感情能量的那些 唱了我们都很感动 大家都有这种经验 其实那个感动就是一个力量的提升 能够跟先佛以心应心 字字句句都是给我们一种鼓励 有时候我们把爱完的心收回来 唱唱歌提升提升自己 充满的正能量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好 叶力强师帮我们读一下 如何让生活有道 把自己的道格 人格做好 道格是用心体会 虽然这些音符旋律 让大家有志在四方任翱翔的壮志 但离开这里 出去到社会课堂上学 就要学着不再迷失 就像有些人 能够把自己的道格 人格做得很好 就能让旁边的人 体会到你这个人修得很好 如何得到认同 当下先认同自己 认同所作所为 一切正当 纵有错误 也是在学习改变当中 因此不可以泄气 人没有完美的 努力做好自己 扮演好在各处所扮演的角色 为师就说道志 还记得为师的兵灵吗 记得 好 所以道格跟人格 这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修道的那份品格 修道人那份智杰 修道人那份精神 这些都是道格 我们既然成为民事的弟子 我们就是要把这种上天 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真理 能够努力的去宣扬 在宣扬的过程当中 也要把道格收好 也要把道格展现出来 那人格自然完美 我们说人格跟道格 就好像天道跟人道一样 我们要把道格展现出来 也要把人格修好 就修天道由人道做起 所以人格就从家里的 孝体之道开始做 出来跟人相处 礼仪 廉耻 孝体 忠信 这些都做好 自然展现在道格 道格就能够让人很尊敬 觉得道尊贵 甚至来求道 修道 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 就把道代表出来了 这个如果让生活有道 是一系列的 很多的内容 我们慢慢的 每天每天来读一点 那今天我们就先读到这边 感谢佛法老师的慈悲